Hello,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琪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BFM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建商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一站式全面长照中心 绿邮居Reu Living 绿邮居Reu Living实际上是一家合资企业 大约在三个月前左右吧 由Time and Time Developments Berhad 还有Meaningful Life Cinerian Berhad合资开办的 那么业务当然就包括了长照的服务 还有就是以一个旅店住宿的形式 提供给乐林人士一个休闲 还有长期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在我们深入的去认识他们的服务之前 我想要先聊一些数据 像新海峡时报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报道引述了日本驻马来西亚大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所做的发言 高桥科研大使他就说 世行预估我国在2020年就已经会成为70%的人口 是处于在65岁以上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逐步的在迈向一个老龄化的国家 对 那么到了2044年将会有14%的人口处于65岁以上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国就会成为已经老龄化的国家 再到2056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就会占据全国20% 来到这个阶段我国就会是一个严重老龄化的国家了 其实严重这两个字很像听起来有一点吓人 但是我相信如果可以好好的安置或者是照顾这些乐龄人口的话 可能这个严重这两个字就可以重新的定义了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Real Living 其实正在经营的业务正是符合当代老龄人口不断攀升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们今天会专注的来聊聊乐龄长照事业要如何正向的发展 好 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来欢迎旅游局Real Living的运营长陈淑婷 欢迎你 谢谢能杰跟康琪 今天很高兴来到BFN跟大家见面 是 说听我想最开始的时候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们刚刚开始这个业务三个多月 那能不能够跟我们讲一下你提供的这个服务 还有你具体是面向怎样的群体 就应该肯定就是这个银发族或者乐龄人士了吧 对的 我们Real Living是由我们的酒店团队 还有我们的医疗护理团队洗手创建的 我们提供一站式综合性的护理和长照的服务 是在我们位于基隆坡中心的Mikasa酒店公益 所以这边的环境比较的清幽 所以我们主要的吸引的那一个群体 就是一些退休族 营发族的 然后还有就是长照的Assisted Living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手术后的康复护理 Convalescent Care 首先就是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手术后的康复护理 因为在Mikasa这个地点它是靠近八间医院 在两公里的方言里面的十分钟的车程 就能够达到八间医院 所以很方便那些做完手术过后 他们需要一个修养的地方 一个疗养 然后有一些物理治疗的这些疗程的 他们就可以住进我们的Rio Living 然后我们的护理团队能够照顾他们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给退休人士 因为现在很多退休人士都相当的是经济自主了 就是他们是很健康 然后又是能够自立的居住的 那来到Rio Living最大的好处就是 所有的生活企业 他们的饮食方面都不用操心了 这些都已经算是包括在他们的月费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专业的护理团队 随时24小时的能够帮助他们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些管理层还有业务的 都能够帮助到他们生活的需要 有一点像是我说的Partler Service 管家的服务 就是说你住进来 你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都能够为他们服务 那么就让他们不需要这么的操心 家人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是在一个好的环境 并不是在那些看了就觉得很沮丧的那种环境里面 他们来到的话 是进入一个市区 然后一群的营法族 他们能够交朋友 他们能够互动交流 参加活动 然后他们不需要 很多这些生活企业方面 哎呀有没有人来打扫 这些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 我们有提供家政的服务 洗衣啊 然后陨石 然后如果他们需要买一些药品什么的 我们都能够已经在这一边的让他们放心 所以是一个让家人能够放心 老人也能够住得很优闲的一个环境 了解 这样子听您叙述的话 就感觉到说 其实你们很努力 想要把这个长照的事业 把这个服务做得很全面 其实我相信要把一个长照的服务 做得全面是需要热忱的 对 因为你有这个热忱 你有这样子心里有这样子的负担 你才会想要说去照顾别人嘛 当初其实你们是看到了我们社会当中 有什么样子的需要 才会让你们公司 让您这样子愿意进入到这个长照的事业当中呢 就像在节目开始前 你们已经提到了 就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说到 我们国家会进入高龄化的社会 那么这也代表着银法经济这一块呢 是它的需求量对于老人健康老人服务方面的需求量 是会一直的往上增加的 那么我们的公司在几年前已经开始了 就是有要投资在银法住宅这一块 那么我们也到国外去考察 然后过后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在看我们公司里面的一些的物业产业 我们的酒店 这一些我们在开始如何重新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其中一间 就是在市中心这一个米卡萨很适合 因为它就是一个家的感觉嘛 那么我们就开始就发现到 也是身边很多人就开始说 我家里有老人八十多岁啊 需要有人照顾 那么在传统我们的社会里面呢 这个照顾老人的这个重担 通常都是放在那个家里面单身的 或者是女生的女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就很多 我身边的朋友就真的是要扯头发了 他们已经是 尤其是疫情大家都住在一起 花的时间更长 那种压力还有老人之间 有时候是有一些 他们不承认自己需要帮助了 需要有人来照顾他们 所以就造成很多这些 我们就看到这一点呢 看到我们公司里面有这一些的酒店或者产业 我们可以跟它转化 重新规划成一个引发住宅 那么我们就从去年中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规划 然后策划整个的renovation 整个改 怎么那样的去改造这一个酒店的环境 让它能够是无障碍的 就是能够让老人能够很自由自在的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生活 那么我们很强调的 对于我本身来说 我觉得这个家的感觉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爸爸86岁嘛 我愿意把我的爸爸放在这个中心吗 放在这一个reel living吗 那个就是我时常问我自己的问题 OK 你能够接受这个程度吗 你能够接受这样的设计吗 你认为这个会方便吗 所以我们的座椅的设计高度 我们的那个床啊 其他的沐浴间里面那些扶手啊 还有我们的地板的那些材料 那些我们都已经很细心的 就是要造一个 让老人家能够很悠闲 很自由自在的安全的环境 所以我们就进入 就把Mikasa当成是我们第一间 要进入引发住宅的第一个项目 是 这样子听起来 其实长照的这个工作 有很多细节要照顾 那您有一直提到的是 Mikasa All-Sweets Hotel 就是reel living旅游居的一个据点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我们讲全套房式的一个旅馆 是因为对于你们的管理 或者是业务的这个营运方面 有什么的好处吗 Mikasa是一间公寓主建 就是说每一间套房 每一个单位其实是一个公寓 就是里面有客厅 饭厅 然后有不同的房间 有套房在里面 所以它就是一个 你拎着行李你就能够住进来了 所以再加上我们是专业管理的酒店 我们有各样的部门 有餐饮服务 家政服务 清洁 洗衣 会议厅 我们有健身房 也有物理治疗室 我们的保安系统 家居的维修 Maintenance 再加上我们所开发出来的人工智慧配备 应用程式都能够让住进来的人 马上就能够开始享受一系列的 这些完善贴心的服务 所以我们在Mikasa里面 就很容易在半年的时间 就能够把这个中心建立起来 然后完成我们的装修的工作 然后让我们的团队 加上我们的护理团队 能够马上开始接受我们的住客 让他们一进来 就是所有的设备都完善 然后我们有活动 策划人为他们策划一些活动 我们也帮忙他们办生日会 所以有些人到了我们的中心 来庆祝生日 庆祝周年 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带着孙子来 那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我们另一栋 就是我们还是酒店嘛 那么从外博或者国外回来的儿女呢 他们可以住进酒店 然后走到隔壁就可以探访他们的 爸爸妈妈的 这个是一个好像很方便 最近我们因为国门重开的嘛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孩子 他们就来带着孩子 回来探访他们的奶奶 爷爷 有一些就可能是在国外就看到 我们有这个手术后的那个照顾 所以他们在国外打电话给我们 这样听起来呢 其实你们包括了这些乐林人士 他们在社交上面的需求 你们也努力的去满足 其实现在你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国门也打开了 然后我们也慢慢的从pandemic 我们就进入到了endemic 就是地方性流行病 不过这个新冠肺炎呢 其实对于长者还是比较有风险的 就算国门打开了 那长者会不会 还是对于这个跨州出行有一定的忧虑呢 那么在你们的长照中心当中 你们有做哪一些防疫的措施 我们的中心是依照酒店的防疫的措施 所以是同样一套嘛 我们还是继续 酒店所需要做的每一个防疫的措施 消毒啊 都是继续的在做 那么对于每一位住进来 real living的 我们都需要他们在24小时里面 做一个RTK antigen的test 让我们知道他是negative的 他才能够住进来 那么来探访的家人呢 我们有一个地区 我们叫family room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会客室嘛 他们可以在会客室里面 见他们的家人 我们就尽量不鼓励他们到客房去 因为这个会影响其他的住客 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孙子孩子们 或者其他的家人朋友来探访他们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那个会议厅里面 让他们一起的见面 所以这个是相当方便 除了这个顺应 我们讲这个后疫情时代的 这些防疫的措施 可能有一些设备 也是你必须要有的 那像刚才淑婷你有提到 是像附近就有八家医院 所以位置是很好的 然后在另外一栋旅馆 其实也可以让孩子入住 所以是很方便的 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地理位置 还有环境方面的设施以外 还有哪一些单位是你们有合作的 让你的这个旅游区 Real Living的这个服务 更加的全面的吗 我们有24 hours ambulance service 就是说随时随地 我们都能够call他们 他们能够供应给我们这些特别的服务 还有跟一些的保险公司 他们就向他们的会员 推荐我们的服务 然后我们又给他们一个特别的配套 这些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一些像手术过后的这些疗程 其实是有在保单里面的 那么他们的那个费用不会那么的大 那我们正在跟几间的 已经至少有三间的保险公司 已经跟我们合作 那会放进去他们的这个保险单里面 是当成其中一个可以claim的就是费用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有跟物理治疗师 还有美容师 因为有时候居住的这些长者们 他们需要剪头发 或者一些的疗程 特别的他们需要 那么我们就会帮他们就做一个安排 所以跟这些美容师 还有一些的这些 尤其现在我们国门打开后 我们有更加的跟一些国外的旅游 就是我们叫medical tourism 那么他们过来 我们马来西亚做了手术过后 他就可以直接住进real living 所以这一些都是 我们在不同的合作的伙伴 我们就是要让更加多人认识real living 直到我们有这一些的服务 是 有这么多的合作伙伴 我相信你们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然后也愿意让越来越多人 来加入到这个生活圈里面 那要管这么多人 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在资料上面看到 你们要开发手机APP 手机应用程式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是如何透过科技的方式 让你们的服务更加完善 我们的总公司其实有一个IT department 所以我们的科技团队已经设计了一款 智能系统设备 就是beacon technology 就是说他戴在身上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呼叫器 就是好像一个call bell 那么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只需要按一下 每一个住客我们都会给他这个配备 那么他只要戴在身上 好像手表这么的戴着 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需要呼叫一些护士 护理师 或者是我们的customer 他只要按一下 我们就能够回应 他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通过这些护教的设备 提醒护士 护理师提供帮助 所以这个过后会更加的发展 成为一个APP 那么他们的家人 也是能够有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 虽然他们在国外 他也可以跟他的 住在Liu Living的家人联系 那么在这个业务的拓展方面 我们都讲到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了 可能在未来 Liu Living Liu Yo 有没有更多的 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事件 就是可能你的规模 会拓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有想象吗 有 我们现在正在规划的 两个相当大的项目 其中一个其实就有一点像是 引发住宅 那么就是相当大型的 不在市中心点 而是比较郊外的地区 因为我们觉得越来越多退休人士 在未来几年里面 有更加多的这些高龄的人士 那个人口会更加的增加 那么他们会觉得说 早一间他们可以自立自主 又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有人帮助他们的这个住宅 所以我们会发展这一块引发住宅 那么在我们这个时候 也会更加的通过这个Mikasa 这个Liu Living 我们能够看到各部门的扩展 其实我也很想要请教您的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 他可能对于说 要把家长 或者是家里面的老人家 放到家以外的地方 去进行照顾 或者是生活 心里会有一点过不去 可能也怕这个身边的 这个邻居闲言闲语 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社会的这种风气 或者是我们这样的 一个社会文化 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 分享一些你的想法呢 对的 我们刚刚开始在设计 跟规划这个Liu Living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问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毕竟是 现在很多人 这种很传统的想法 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就说 你的环境必须是 让人家一看进来 就觉得他要搬进来 不只他要搬进来 他要拉着他的老同学 他要拉着他的朋友 一起的住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要营造的 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硬体 暖体 都必须要给人家那种 这个是我很喜欢住进来的 一个社区 我能够交朋友 我有酒店的膳食 然后我有一些设备 我又有活动可以参加 我还能够活到老 学到老 我也能够继续的 把我所学到 我的生活经验 跟其他的 住在这个同样一个社区 同样这个中心里面的 这些其他的 差不多同龄的朋友们来分享 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看到的 就是对修着生活 我们要有一个有活力 能够幸福的一起的老 所以我们真的是 做到这一点 我相当的有信心说到 因为来看的人 都是像刚才你说的 之前都是很负面的 然后可是他们来看过后 我记得当中有一位老人家 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说 我在这边休养啊 你过后啊 再过两个月 你也搬进来啦 我们一起在这边住 我听得很高兴 因为这个就是说 我们做到了 我们让他们觉得 住在这一边 是一个家的感觉 让他们住在这边 觉得我有朋友 一起的可能唱唱歌打麻将 然后谈天 可能在玩一些牌剧 或者是一起的 做一些糕点啊 或者是跟他们分享 我的嗜好啊 我好像有一些 他很好画山水画 那么他可以为我们中心 画山水画 他可以开课叫山水画 那么他需要一些 特别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给他这些服务 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很多时候人老了 就是觉得 我不要麻烦我的孩子 然后孩子就觉得说 哎呀我不要过不去 觉得我的心里很过不去 如果送他去那种 很传统的老人院 所以现在两方面都很开心 孩子很苏心 老人家很开心 这个就是我们要办到的 那除了是说 让这个思维上面有改变 可能你将来也需要 各方面的这种人才 那是不是让年轻人 也可以融入到 你的这个长照事业当中 对的 这个人才的培议呢 是很重要的 除了提供良好的照顾 服务之外呢 我们觉得 另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感 就是我们要栽培 更加多的年轻人 来参与护照的工作了 因为这一边是很切乏的 就在两天前 我看到台湾的 那个报章上也是很 一个大标题也是 这些能力非常的切乏 所以当高龄人口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要好的护照的政策 和服务的系统之外呢 我们需要通过专业训练 年轻人投入这些 长期的长照啊 日照的这个行业里面 所以我们也跟一些 大专学院呢 有正在讨论中计划呢 参与他们的护理系 老人服务 还有管理系 在相关的科学呢 建立这个产学的制度 就是让他们的学生 能够来到我们的中心呢 做培训啊 试习啊 那么我们在最近 这两个月里面 将会开始一个 护理的证书课程 特别的要鼓励那些 当读完高中了 SPM的 如果他们有兴趣 要参与这个护理的工作 或者要成为副师的话 可以联络我们 上我们的网站 联络我们 我们已经要准备 开这个课程 然后能够栽培 更加多的年轻人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 有需求的话呢 我相信就可以让我们的 可能父母 在为孩子的前途 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的年轻朋友 也可以去思考说 其实这个未来也是 自己可以去走的一条路 没错 那我想在最后呢 可能也是要针对 你们跟Endeavor的合作 因为他们是一家 企业培训 跟发展资源的腐化机构 你们跟他们之间的合作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你们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有一些学习 对的 我们很感激Endeavor 我们的执行长CEO Anna Chu 周立恩 她是Endeavor的会员 那么参与Endeavor的一些活动 他们的导师提供了非常棒的 这些企业的规划 发展的策略 如何建立服务品牌 所以我们都是得益不少 也是非常感谢Endeavor 给予这个平台 能够让我们在企业发展方面 学习更多 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是要鼓励大家 家里有父母亲 比较有长者的 在为他们的生活规划的时候 我们要鼓励他们自立 就是鼓励他们多活动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要不然他们的生活 会越来越向静止的 那一方面去发展 这个是比较不好 然后有家里有年轻的 尤其是有中学生的 或者是刚刚中学毕业的 我鼓励你们把孩子 可以让他们考虑参与这个护理课程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旅游局Real Living的运营长 陈淑婷 来到我们的节目 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希望Real Living可以越发展越好 谢谢 是 谢谢淑婷 开门建商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BFM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 星期二至星期五 每天准时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LinkedIn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